蔡英文他不是一個 反應快 季風的人 他也不是一個 譬如說他沒有辦法跟人家 參與辯論 這都不是他的長項 所以他在演講的時候 他也不是像傳統民進黨 像陳菊這種典型的 就是熱情澎湃的 非常的煽動性的 他是很冷的一個人 他的情緒是很少的 所以可是姚仁多 很會幫他寫演講稿 然後幫他寫演講稿 的確也寫得非常的好 所以姚仁多就是 我覺得蔡英文會覺得 他在旁邊他才有安全感 他寫的東西 是他唯一讓他可以加分的 有光彩的地方 那麼他上任以來 幾乎所有都是負面的新聞 幾乎都是所有的都是打擊 可是你看蔡英文 他在處理江春南 跟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他不沾鍋的性格 是非常的強烈的 民眾比較想要看到的是 一個大刀闊斧的 有肩膀的 有擔當的 明快的 有強烈領導性格的 這樣子的一個領導人 而不是像他這樣子拖拖拉拉 慢慢吞吞看風向 然後不沾鍋 不想要擔責任 這種東西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我是選理要幹什麼 看風向 看民調 看江春南的意思 就不用選理 那你不是看報紙當總統 看民調當總統 請別人幫你處理事情 問到問題請城局 沒有安全感找 謠人多 我覺得他好弱 百日維新 那哪哪兩不二 做八字你聽好了 就說已經80天了 不必再等100天 假如今天沒有改變 我可以預測 今天 明天跟今天一樣 明天 今天沒有改變 那麼下個月跟這個月是一樣 假如沒有改變 一年後跟今年也是一樣 你看看這80天他改變了什麼 他講得不錯 做得很差 處理得更差 這是他最大的對 他每片印象搞聽得都不錯 我平常先講 從我們來 謠人多 陳水扁八掌機開始往下調 馬英九八八風災開始往下調 蔡英文會開始往下調 不用等百日 就是這一次的酒駕 就開始往下調 因為這一次酒駕之所以把司馬 壓下去的人是誰 不是國民黨的力量 不是藍 是誰 是來自於社會的國民力量 這沒有難力的 甚至講那一點是 國民黨要靠都可能 都靠不到的力量 就告訴你 是社會擺脫政治以外的人 忍受不了 他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說你才會做到這樣 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用最小的行為的事情 你才會做到這樣 展現出來不會改變的 就是無財 我們當然說 罵兜沒割 無財 無能沒有能力 無人 無人可閒 無人可用 八十天是這樣子 除非明天改變 否則你可以預計 八百天後也是如此